这是一本传承千年的神奇记忆 它曾以印制素雅柔美的信间为人所知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激进失传 就在这一古老记忆即将消失的时候 一幅国画的印制让它再一次幻化新的圣机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自幼随父亲学习诗文书画 他成功地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 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 尤其是他的奔马 激进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1950年的一天 已经担任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 带着一幅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奔马图 来到了北京城南琉璃厂附近 一家名为荣宝斋的树画店 这是一幅徐悲鸿本人十分喜爱的作品之一 而在当时这幅作品正被他的一位英国友人所求 心有不舍的徐悲鸿希望荣宝斋能为他复制一幅 1950年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来了 说我现在的事情就很多 跟我要画的人也很多 全指着我一日去画画不出来 你们能不能像欧洲似的 你们用木板 你们的木板来给我印一下 这样可以节省我很多时间 那么他就拿了一张奔马 这个请我们来复制 徐悲鸿当年所说的用木板复制奔马的工艺 正是今天被称作木板水印的一门手工技艺 作为中国独有的书画复制工艺 木板水印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所知晓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一门神奇的记忆 一张张书画名家的经典之作 在那些掌握特殊记忆的木板水印技师手中 再次悄然绽放 他们经过精巧繁杂的工序处理 画中的笔触 色彩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 在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 被一点一点的复制雕刻出来 再经过独特的手工刷印 一张张柔软的宣纸 被赋予了与原作相同的神韵与风貌 从而打破了中国书画 一度被认为无法复制的神话 并神奇地复制出一幅幅恍如原作般的真品 然而 谁能想象这门神奇的记忆 在六十年前 却还只是置于手工作坊中 印制着一些年画与信件 解放以前 就是它从刁板印刷处延续下来的 是古老刁板印刷处 它是那些只是简单的信件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刚一刻公司合影经荣宝宅怎么搞法 那时候还没具体方针 卖什么呢 卖小书 卖领学相 卖什么年画 就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1950年 接下徐悲鸿那笔订单的 是荣宝斋公司合影后的第一任经理 侯凯 他清楚地知道 在这之前 木板水印 并没有印制中国书画的显力 那么是什么让侯凯敢于 印下徐悲鸿的这个请求呢 1894年正式创号的 荣宝斋所在的琉璃厂 是一条自明清以来 就十分有名的文化街市 以出售文皇四宝 及名人字画为主的男子店 大多集中在这一带 1896年 荣宝斋增设铁套座 除出售文皇四宝和名人字画外 开始运用木板水印 来印制近深路和各类兼制 以供当时的文人与官员使用 由于印制品制作精良 很短时间内 荣宝斋就成为当时流利厂一带 屈指可数的几家大殿之一 继而也成为了当时各大书画名家 挂笔授画的首选之地 当时的这些文人 都要由这个男子店 印自己的信件 自己的信纸 写诗用的纸 目的是什么呢 就好像也有点各自的风格 后来这个纪简 现在什么既游 这个收藏 是非常活跃了 那时候纪简也成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文化活动 1922年的北京 经历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人们从大清国的臣民 转身变成了共和国的公民 这一年 荣宝斋 也在这风气云涌的变化里 更换了新的掌柜 王仁山 解放前荣宝斋的最后一任经历 靠着出色的管理才能 陪伴着荣宝斋走过此后 最为关键的二十年 在王仁山执掌店面期间 民国时期涌现出最为走鞘的 《普新奢》与张大千 两位大家的作品 也被悬挂于店中 1941年 张大千写家人与弟子 前往敦煌演习壁画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张大千先后临摹了 276件敦煌壁画 然而以卖画为生的张大千 在回到北京后 面对了众多的求画者 却不愿出售其中的任何衣服 此时一向与张大千 交往密切的王仁山 主动找到他 提出以木板水印工艺 来印制他所临摹的敦煌壁画 张大千虽苦于 被无数的求画者纠缠 却并没有立即答应 这个看似便利的请求 然而没有就此放弃的王仁山 经过反复努力的劝说 终于让张大千同意 适应其中的一章 敦煌供养人 解放前也画过 也印过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 那也还没有意识到 说这是一种中国画的复制艺术 提不到这么高度 木板水印这四个字 你要在原来的老测海里 就还没有 虽然当时的木板水印 作为对中国书画的复制工艺 并没有被人们普遍地认可 但是敦煌供养人的印制 却标志着雕板印刷 由印制兼制 到国画复制的一个重大转折 此时的王仁山肯定也不会想到 他的这次苦心之为 在数年后 会成为侯凯敢于复制徐悲鸿的 奔马的重要依据 然而 这门传统手工艺 也曾遭遇过濒临时传的经历 自记录清朝之后 中国历代文人所推崇的兼职文化 从印制到使用 都已开始逐渐削减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 一向对版画前有独钟的鲁迅 敏锐地意识到 如果战火再起 那么这项流传千年的记忆 无法真的见此时传 1933年 远在上海的鲁迅 托附身在北京的郑振夺 寻找一家男纸店 来印制一套尖谱 希望能够对这门古老记忆 留下最后的一丝纪念 鲁迅先生看到这些 散漏在各个家男纸店的 大量的私家简 他感觉非常 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 所以他和郑振夺先生就合作 就是后来编印了这个北平简谱 后来我们改成叫北京简谱 不过鲁迅与郑振夺的这个愿望 在当时实现起来 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般顺利 30年代的北京城 大部分的店铺生计维持起来都是极其艰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郑振夺虽然多次进行走访 却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来做这件事的男纸店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对印制技术要求极高的情况下 没有哪一家店会为如此之少的印制数量 而去花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 直到1933年9月的一天 郑振夺历经数次碰壁后 寻到了荣宝斋 此时鲁迅的一桩心愿 才终于得以实现 1934年2月 北平坚谱印城 当时的王仁山为何会接手 这桩没有多大转头的买卖 我们不得而知 但在今天看来这毫无疑问 却是一个明智之具 通过北平坚谱的印制 荣宝斋又重新积聚了木板水印的技术力量 为以后木板水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徐悲鸿在离开荣宝斋的半个月后再次前来 看到数十张与自己所绘奔马一模一样的木板水印画 徐悲鸿感到十分满意 随即带走几幅复制品画卷 剩下的则全部留给了荣宝斋 并在每张上面签笔签名 却没有收取一分丑力 我们那是第一次解放以后 用传统的木板印刷的方法来复制一张中国画 当时印了据说是三十张吧 三十张全部他用毛笔亲自签名打上 盖上他自己的用的图章 所以当时这幅画他拿了几张去 作为礼品送给别人了 荣宝斋赶紧拿到门师部就去卖 卖的就很好 一下就卖没了 据我们侯凯经理回忆当时卖十二个钱是一张 自木板水印奔马成功后 在很短时间里 徐悲鸿近二十幅的作品都被成功地复制 在这一时期 另一位著名的画家 齐白石的木板水印作品 也开始悄然现身在荣宝斋的橱窗里 荣宝斋木板水印 因这个齐白石的作品呢 效果比较好 消了也好 所以说原来那些不好消了那些 这个的话也就淘汰了 用木板水印来复制齐白石的话 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我们在木板水印复制 齐白石的选题可以说是每年是最多的 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刻了一千多个画面之中 恐怕齐白石 恐怕差不多得占五分之一吧 木板水印画的受欢迎程度 令荣宝斋的经营者始料未及 刚刚公司合营的荣宝斋 正苦于没有好的经营项目 决定出版一本木板水印画册 而在这个画册的印制过程中 徐白鸿另一幅作品的成功复制 至今都令人嘖嘖长期 徐白鸿先生亲笔签名的那张马 印完以后连续着就是印了好几幅马 我们那时候准备出一本 现那个叫什么 现代国后选机 就是那个六尺盖 六尺大小 等于那什么 一尺三 一尺一尺三 那么一个大尺寸 我们荣宝斋还有一大的画廊 这画廊里头有很多 准备要经营的这些徐白鸿的马 我们其中选了一尺马 尺寸不大 也就是不到一尺左右 徐白鸿先生自己感觉 那腿太长 那腿稍长了点 看你们能不能把它改一下 这次对于徐白鸿的要求 侯凯没有随即答应 只是应声说 可以试一试 一个月后 这幅被经过修改的画作 印制完成 画中的那条马腿 被修改成为合理的长度 当时侯凯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 是因为木板水印最大的特点就是 能够最高程度地复制原作 而不是修改 它的复制水平之高 有时让作者本人都对原作与复制品真为难辨 上世纪五十年代 侯凯曾有次把白石老人请到店中参观 并在其面前挂出老人的原作与木板水印的复制品 请他辨别哪幅是真迹 老人细细打量许久之后 竟摇了摇头说分不清楚 来的时候是九月份 天气还有那么一点热 这个我记得其外是老先生穿着长袍 这个在这个那坐戴着一个深色的帽子 戴着一个住着一个红的红漆的一个拐杖 由王雪涛先生来陪同他 墙上挂着两幅他画的螃蟹 两幅虾米 都是这个 一幅是木板水印的 一幅是他对原作 一幅两个四张都挂在一起 这个由王雪涛先生问 说老师 请你看看哪张是你画的 齐白石看了看 搞不清爽 说了一句湖南话 搞不清爽 他说这一幅是鸭子 说明文是鸭子 终于这一幅是鸭子 它是转发的 写人的一幅是鸭子 也正在这里 我这一幅是鸭子 有吗 我这一幅是鸭子 它是鸭子 有深色的 我们这幅是鸭子 鸭子 所以这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没印之前 这幅画已经在你脑子里 等你在印的当中 拿出这块板 你就知道这是在板的什么位置 然后它所要体现的是哪个部位 需要它有的板 它不有层次吗 有层次它不是一层两层 所以这块板如果是上面这层的时候 你还得注意什么 底下这层的深浅 底下这层印的时候 你还得注意反映在上面这个 如果底下把颜色打深了 你上面在压的时候 可能颜色要更重了 所以就前后呼应 整个你都变成自己动 都理解吃透了 你再印起来就得心应重了 印之时所用的印板 都是由专业的雕板师手工雕刻而成 原作中的笔触特点及技法神韵 都已被雕刻师刻入印制用的模板 复制画作题材的不同 所选择的板材也是不尽相同 它根据画面不同 按道理来说 用梨木雕是比较好的 如果太细就得用黄羊 黄羊木非常坚硬 非常光热的 你拿手磕一点味都没有 特别硬 它硬 它有硬的不足对方 它一硬它吃水就少 硬的时候它不容易吃水 选定板材后 再经过雕板师手中的刻刀 一点点的精雕细琢 才可制出笔墨效果各异的印板 此时的技师们必须持刀如笔 同时精力还有高度集中 所谓差之毫厘 谬以千厘 哪怕刻刀偏离指定位置一毫米 都会将整个作品毁于一旦 其实在一个感觉 在手感 好像就是特别细的现场 你这刀子一下就刻完了 那几乎看不见那个细线了 所以有些事就得凭记忆 凭感觉 感觉那个线条还在 就是在那里记忆全身记忆 所以随着看 虽然看不见了 那刀一拉完 已经那黑线就没了 所以你还能从这边 熟练地把它原形里刻出来 不过这两道工序并不能够 是把将要复制的作品 根据不同的笔触特点 色色变化进行分组定版 其中写一画的笔墨情趣 工笔画的细致精妙 都是要如实而贴切地表达出来 比如说每个画家 他的那个用笔的形式 他所创作的激情 他所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你先把它抓住 不是拿过来说几块颜色 几根线条拿过来就勾不对 你先把它读懂了 他为什么这么画 他是怎么画的 他当然在考虑什么 为什么这么表现 你懂了之后 懂了之后 然后马上抓住的是 画家他的笔意的东西 就是最少你要知道 他是怎么画的 哪一笔在前 哪一笔在后 这必须要弄清楚 然后按着他的程序 再把它分解开来 然后再重新组合 这样才能回到原位 他的精神不会散 分组定版后 勾描技师 要将各套版面的线条和轮廓 用纤细的毛笔 精确无误地 一一勾出墨线稿 这些墨线稿 就是刻板师傅 进行刻板的依据 画虽如此 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画 他所考验的是 勾描着的美术功底 和国画性仰 而勾描出的墨线稿 从形至神 均需与原作完全一致 不能有误 1950年 徐悲鸿作品中 马腿长度的处理 就是在这道工序中完成的 这幅画后来就拿到 当时北京照相最有名的 大北照相馆去 照了一张照片 放大成画面大小 相同的是大小 由徐悲鸿先生自己 把前面的一个马腿剪下来 各别地方给它剪断了以后 再用这样的粘壶以后 它感觉满意了 这样才按照这个 因此木板水印存 说明一说 它可以在复制过程中 能够补救在绘画过程中 所造成的遗憾 你在勾描的时候 不要认为我在勾描 实际上就是说 你在这张画 再重新按照画家的意图 实际上你自己再 重新再画一次 你再重新再创作 重新一种创作过程 不要说木板水印 就说几个箭条干一印 我割完了 然后砍完了 大概只刷着木 出来就行了 实际上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按照画家的那个思路 那个思路再创作一回 在今天 这门可以称作 艺术再创作的记忆 已经被人们当作佛的文物 保护起来 2006年 龙宝斋木板水印 被悬入第一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中 从王仁山与鲁迅 张大千的两次合作 再到侯凯对徐悲鸿的 大胆许怒 我们或许无从得知 他们最初的想法 但正是他们这些 有意或是无意的举动 推动了木板水印 这项传承了 一千多年的传统记忆 在此后的六十年间 完成了从最初的 印制兼纸和小幅国画 到印制巨幅 长卷 从淡彩之本 到仲彩捐本的 完美演变 1949年 公司合营后的荣宝斋 在吸收了一批 已在社会上 成名的画家与记事后 其木板水印技术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此时 一个机遇 也正在悄悄降云到 荣宝斋的身上 并由此缔造了 木板水印作品的 巅峰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